这是台北东区最精华的巷弄之一 但房市吹起冷风 连精华区的房子都大喷嚏 来到这个东区小豪宅里面 大概13瓶的大小 原本开价每瓶120万 但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自己降价每瓶10万元 客厅 双人床 厨房 甚至还有对外阳台 无领不到10年的东区小宅 过去还有118万的单价行情 但买器急动 开价溜滑梯到109万 不得兮兮兮啊 台北市我想一个月成交的豪宅 绝对是不是一户就是两户 中央银行最新统计 全体银行8月底新乘坐的 高价住宅贷款程序 已经降到48.66% 和2012年6月管控前 最高99%相比 大减超过50个百分点 也就是指买豪宅的大户 至少要拿一半的资金出来 这段时间里面 它的已经房价延期稳定 特别是投机的需求减少 这个政策本来就是可放可收 总裁出手便知有没有 今年上半年北市7000万以上的豪宅 房价年跌2% 量大缩57% 新北市5000万以上的房价持平 量却也大跌一半以上 未来10月还有另一隐忧 内容比较详细 那旧市版本大概看起来 就是大概如果7、8张的时候 就可以解决了 那新市的版本的话 那一份做起来大概需要 大概25、6张 新版将在10月1号全国上路 恐怕冲击工业住宅与夹城屋买器 他今天买的房子 那个夹城部分 是不是属于合法跟不合法 一目就聊了 景气不明朗 房市差 加上政策贷款税法都补一刀 恐怕持续到2016大选后 也无解套 东森 财经书的陈文杰 沈玉腾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